你好,我是蔡依晨 那麼以下就如何做一個手寫的叉叉 來做一些建議 POWERPOINT事實上是有的 在這邊先選手寫符號 然後你就給他打叉 然後因為這個是freehand 所以你畫的叉叉的話 就會很有手寫質感 然後再來把它弄寬 我一般喜歡10號線 然後這邊也一樣 10號線 那麼叉叉的話 最適合的還是使用紅色 這是少數我們覺得說 你直接使用紅色是沒有問題的 在圖案外框這裡 你可以給他選紅色 然後接下來就是怎麼樣給他做出 手寫的感覺 那秘訣就是使用 插去 記得由上而下 因為我們寫字打叉的順序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就給他模擬一個一樣的順序 然後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播放 就會有這樣叉叉的感覺 然後另外你可以在動畫方面 再給他做最佳畫 最佳畫的方法就是 他可以接續前動畫 然後另外這兩個的時間 0.5都有點太長 0.25的話速度會看起來快一點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說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 去調整叉叉的形狀 叉叉的大小 那麼去得到你要的結果 以上介紹謝謝 謝謝